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奥比较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这边的局势 那么还有这个金融方面的一些事情 卡塔尔传媒 美国批准以色列对拉法行动换取以国不反击伊朗 那么以色列呢在被伊朗贬以后 他呢扬言要这个反击 但是呢 老兵说过像一个gay一样的 除了一张嘴巴和这个公鸭叫以外 基本上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反应 也就这样了 脸皮呢非常厚 然后呢也美国跟以色列可以宣布 单方面宣布胜利 我们获胜了 我们赢得了胜利 那么卡塔尔传媒新阿拉伯日报 4月4日报的报道 美国批准以色列的潜在拉法行动 以换取以色列也不反击伊朗 以色列传媒则报道 乙军为了对拉法行动 正部署更多武器 并购买多达4万顶帐篷 为撤离平民做准备 拉法位于加沙地带南部 由于当地有大量难民聚集 以色列准备进攻拉法行动 一直备受争议 以方则强调要到该处消灭哈马斯分子 先阿拉伯引述一名高级官员旨 总理尼泰尼亚胡设法就对拉法的军事行动 取得美方的批准 以换取以方 不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 埃及部队边境戒备 消灭难事又止 以色列国防军18日凌晨 对加沙和埃及之间边境展开空袭 在其中一些空袭前 埃及方面获得通知 报道称 埃及主要在西纳半岛 北部与加沙的14公里长边境地带的部队 已充分准备好 应对一带发生的拉法的事情 以为 以军部署更多武器与四万顶帐篷 以色列报章17日报道称 以军已经进入戒备状态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与防长加沙特 以批准行动执行动执导原则 报道也指 以军为了对拉法行动部署更多武器 以色列国防军16日正式购买多达四万顶帐篷 为撤离平民做准备 那么大家都知道 埃及军队也处于戒备状态 他是为了打以色列吧 不是 他是防止这些难民 涌到埃及来 所以你看看 这些阿拉伯的所谓的兄弟 是怎么样去对待这些巴勒斯坦人的 在我们看来 这是非常的无耻无能无德的一种表现 所以你说埃及 有人叫我去埃及旅游 我曾经去过这个国家 有啥好去旅游的 那个什么尼罗河上面 那个什么游艇脏的要死 那虫子 包括大名鼎鼎的 埃及的克里斯阿加沙 写的尼罗河上的残案的 阿斯旺索菲特酒店 老边也住过 那又怎么样呢 金字塔那个地方 那是能去的吗 那下面那么多骆驼臭 到处要小费 到一不小心 只要你稍微放松一点警惕 马上就被坑 马上就被骗 对待白人 他们可是另外一套 嘴脸 对待中国人 那是另外一套嘴脸 所以说这种国家 还有人邀请我去 去那边玩 我说那边有什么好玩的 是不是 这种国家 我现在就是不想去这种国家 去等于说是 我用实际形容 在支持巴勒斯坦人 我不给这种垃圾国家创收 他们现在是作为阿坚 他们现在赚的每一分钱 从他们的军费当中 是抵挡巴勒斯坦人 到埃及去的 而以色列现在的 报复伊朗的计划 我们已经看到了 就是进攻拉法 还是去楼令 荼毒 这些巴勒斯坦的这些难民 多么凄惨 在这个19号 美国也将否决 巴勒斯坦路联攻投 不承认它是一个国家 对吧 拜登意思是说 别打伊朗 因为打了伊朗 可能我们都会被挨揍 我卡塔尔的中东美军 中央司令部 也会可能被伊朗人给炸死了 所以老兵就说了很明确 如果说拦截了 99%的伊朗的导弹 为什么不敢打伊朗 为什么不敢跟伊朗老逼 对吧 为什么 竭力阻止 即使拿200万巴勒斯坦人 加杀难民的命 要他们的命 也不能够 去打这个伊朗 因为可能美国会被挨揍 打得非常惨 到时候美国在全世界的 威武的 王者的风范 将会被 碎尸万段 所以我说美国现在 在俄罗斯乌克兰那边 他干脆就不管这个事了 西方的媒体上报道 已经没有乌克兰了 找不到乌克兰了 仿佛俄乌战争不成战 没有发生过 对伊朗跟以色列这个事 也是低调处理 除了当天 大肆 头板头条 全球 开足了舆论马力 99%的拦截 99%的拦截 在中国的网上要买热搜 在这个 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平台上 都要买热搜 以外 还有啥了 没有了 所以就是大量炒作 跟美非兼并肩 在这里围堵中国 因为他知道 可能中国 由于这个大国的框架性 和局限性 和阶段性 可能不会第一时间去干它 或者是打菲律宾 所以在这里使劲作药 装逼 显示 他就是中国是总舵主 我们只要把中国给搞定了 你看 我们还是会保持胜利 我们还是胜利了 赢麻了 赢学 所以说现在呢 所谓的以色列 报复伊朗的这个计划 就是大规模进攻拉法 现在我们已经看出来了 我们已经看出来了 多么的可怜可悲 所以说呢 卡塔尔昨天被刺中国 也 这次也被刺了伊朗 这些阿坚国家 反正我就看不上 我跟你跟我讲 这个 就是 最大的这个问题 但是阿联酋 也已遭到了暴影 三年接待超过八千万名乘客 数量仅次于美国的亚特兰大机场 他警告称 恢复需要一些时间 他在17日建议人们 未经航空公司确认的情况下 不要前往一号客运大陆 并避免前往机场 二级航空宣布暂停 未从八处发的乘客 办理登机手续 这是当地18日早上 九十 而且 这个 暴雨已经让当地 有些人都已经死亡了 所以说这个是 这个暴雨来的当天 就是他 被刺中国 就是不用TikTok G4R 跟美国未来公司合作 替出华为产品当天 他遭到了这个暴影 如果他们相信这一些的 他们不至少相信 这真主 那真主的 他们应该能够感觉得到 你做这个事情 是天理不容的 包括还在这里 被刺伊朗 这次阿联酋 沙特跟约旦 为这个以色列 提供了一些帮助 非常的无耻 非常的不要脸 所以老命就说过 我们通过他们的这个行为 我们已经看清楚了 他们的真实嘴脸是什么 所以中国在这个地方 也要更加的来渗透 所以我就认为甚至是 直接就是说 搞一些这个 干涉他们内政的一些行动 所以说 做这些工作 还是很漫长的一件事情 很漫长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们再来看 另外的几个消息 还有呢 就是这个中亚这边 说到中东 中亚这边 也是这个 出现了一些状况 中亚 也是中国积极经营的 但是 有一个国家 也是开思想 开了小差 吉尔吉斯坦 经其禁用TikTok 吉尔吉斯坦 因国家安全部门的要求 自周数起 TikTok应用程序 在吉尔吉斯坦不再运行 该国安全部门称需要保护 吉尔吉斯坦孩子们的健康 吉尔吉斯坦的显示已经被禁用 法新社称 该记者在这个拥有 约700万居民的中国邻国支出 他们每次尝试连接TikTok时 该应用程序 黑色主屏幕上都会出现 无法加载 请从事的字样 中二 吉尔吉斯坦数字部发布的新闻稿表示 它已根据安全部门的决定 通知电信运营商 有必要限制对TikTok的访问 该部门的缩写为GKMB 据该部门称 中国字节跳动集团旗下的社交平台 TikTok的不尊重一项 关于接待防止儿童健康 及其身体心智 心理精神和道德发展 受到损害的措施的法律条款 中二 非政府组织无国家记忆者去表示 对这一保 以保护未成年龄为由借口 限制信息权的决定 感到担忧 该组织呼吁 政府取消这一自由财量权 并制定明确的法律框架 来监管平台 TikTok被屏蔽之际 近几个月来 非政府组织指责 吉尔吉斯坦当局 想要加强对公民社会的控制 去年8月 吉尔吉斯坦文化部 已经威胁要禁止TikTok 声称已受到 非政府组织提出大量要求 担心其对儿童产生有害影响 但重要的前五个共和国当中 言论自由能量有限 政治反对派机会不存在 吉尔吉斯坦长期以来一直是个例外 但近几个月以来 吉尔吉斯坦当局逮捕了几名记者 多次关闭私人媒体 并通过了一项 类似于俄罗斯模式的 外国代理人的法律 加强了政府对非政府组织控制 TikTok在全球拥有十亿活用户 在西方已面临越来越多的限制 在对于用户数据 传入到中国指控中 加拿大法国和整个欧盟的 许多国家都表达 对TikTok带来国家安全的担忧 所以老门也说了 这个吉尔吉斯坦 这边的幺蛾子 这个国家也是我们 向西一带一路的 七点国家之一 一个哈萨克斯坦 这是第一个 吉尔吉斯坦 这个国家呢 老门也说过 有美国的生物实验室 到现在还在这里运作 塔吉克斯坦 这个国家 跟中国的关系也是不错的 你看中国跟吉尔吉斯坦 搞中级乌铁路 这些项目 所以说你看到没有 这个外部的这种 政治上这种风险 和他妈这种无厘头 和这种 美国在中亚这里 你别看他好像 不能够领导中亚 但是他依然在这里地方 暗磋磋的 在这里暗磋磋的 所以说中亚这些国家 难道真的都对中国忠诚吗 中东这些国家 难道也对中国忠诚吗 从这一次我们已经看得出来 很多家伙都在不老实 包括吉尔吉斯坦 这个国家也经常 他的这个反话情绪 也很严重 这个国家 到现在 别的国家对中国这个签证 搞得都有免签 这那的 但是他依然没有实行这个政策 还是依然这个属于封闭的一种 不足社会当中 所以说我们也要意识到 对中亚跟中东的控制 依然还是有待遇加强 有待遇加强 方方面面我们都要渗透进去 不仅是跟他们政治高层搞关系 他们的方方面面 他们的地方 我们都要去渗透 舆论的宣传 医疗服务 对吧 这个组织 他们观看中国大片 现在大家要知道 我们中国的电影越来越优秀了 好莱坞电影在衰败 那种烂七糟糕的东西 让人很反感 所以中国现在拍电影 也要有意识地引入 意识形态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些举动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他们社会的这个渗透 很重要 包括别以为说 哪个国家 它的高层跟中国不错 但是对民间 对老百姓 咱们就不去做工作了 这一点我觉得 还是落后于西方 所以我们也要意识到这一点 你看这些国家 你看像埃及 像阿联酋这些国家 对吧 我在 独霸这个机场 我印象是非常差的 因为我多次 在这个地方 有些这种不愉快的中文经历 而且我非常不喜欢 那个国家的人 老逼兮兮的 对吧 对中国好像很傲慢 所以我觉得 对当地的社区的这个渗透 也是要做的 我们的安全部门 和一些这个 什么这些部门 文化部门 别天天坐在大公司里面 就知道泡个茶 吹吹牛逼 倒点打卡下班 脑子都不动 这个是不行的 你文化部门也要成一些 对外扩张部 战争部 都要有这样的思维 才可以 否则你有些项目 高层上的一弄好 怎么样的 下面的中国老百姓去投资 去那边搞 突然之间又出事了 这个确实非常危险 确实非常危险 再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金融方面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 也是挺重要的 Swift 人民币三月国际支付占比 派升至4.7% 创新高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的数据显示 人民币在国际支付占的份额 越来越大 欧元的份额则持续下降 三月涉及人民币的交易比例 升至4.7% 前值4% 创下Swift 在7年7月建立新基准以来的最高水准 欧元的份额跌破22% 低于Swift 推出新基准时的24.4% 根据Swift的数据 去年11月以来 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第四大交易货币 自22年以来首次超越日元 美元在全球支付的份额 依然难有对手 近几个月 稳定保值在47%左右 各国银行使用Swift相互沟通 并管理银行兼货币交易 该联盟于2021年开始 搞这个数据 自7月以来 数据反映了Swift的一项技术调整 那么其实这个数据 其实还是有点不准 如果说俄罗斯也加入在这个里面 和伊朗也接连在这个里面 包括还有一些 不走Swift系统的 人民币的一些实用情况 我个人感觉 至少能够达到10% 在全球的交易份额当中 至少能够达到10% 因为中国是大量的 购买这些国家的这些 大宗交易商品 往这里面相互之间去支付 如果这里面也算进去的话 其实要达到10%左右 但是去抗衡美国 我觉得不是说在Swift系统里面 就在他们这个框架里面去搞 因为美国是可以在这个里面 做动手脚的 它明明只有30%的支付量 它说47% 它说50% 它说我牛逼 就让你中国一味的去追究GDP 美国 它跟你动点手脚 说原来你中国是美国的79% 现在是63% 或者69 你要多少年才能赶上我美国 那你永远的去发展经济 永远的去把作为超越美国 在任何的系统当中的份额去超越美国 唯一一个唯一唯唯傲 对吧 然后呢 就在这个地方来拖住你干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不要去拼命追求这种数据 但是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趋势 但是我们还要做的更多 好吧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